軍隊跟劉備PK 劉備的軍隊迅速被衝散 老師 劉備的軍隊怎麼迅速被衝散 同學 不要太難過 因為劉備的軍隊常常被衝散的 我怎麼形容劉備的軍隊 吉隆奶粉 那個呼就沒了 呼就沒了 OK 我說當時 關羽負責保護劉備兩個老婆 然後在棉山上面 被曹操團團包圍住 曹操是非常欣賞關羽的 曹操是非常喜歡關羽的 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講 曹操是愛上關羽的 所以一心想勸詳關羽 結果派了很多人上去了 通通被關羽打槍 最後曹操想到了誰 關羽的好朋友張寮 張直遠 派了張寮上去 張寮一見到關羽開口就講吧 關將軍你他媽的投降吧 你跑不掉的 關羽大怒 這事實上只有暫時的關羽 沒有投降的關羽 滾 同學 威之以示不行怎麼辦 說之以理 動之以情 話說當時 張寮換上一副慈善的面孔 開口就講了 關將軍 我知道你不怕死 我知道你忠義無雙 但是你死了 你這兩個嫂嫂怎麼辦 你這兩個嫂嫂怎麼辦 你怎麼對得起你大哥 他說關於聽有道理 他說好 要我關於投降可以 三個條件 第一 我關某人乃是降漢不降曹 我是投降給漢先帝 我不是投降給曹操 第二 不准動我兩個嫂嫂 第三 我知道我大哥在哪裡 我馬上就走 當時張寮回去跟曹操報告 秉丞相 關於開出三個條件 哪三個 第一 降漢不降曹 OK OK OK啊 我曹操俠天子一定諸侯 降漢就是降曹 OK的 第二個條件 不准碰他兩個嫂嫂 OK OK 我曹操俠天子一定諸侯 後宮三千家裡打開隨便我用 隨便一抓林志玲 洪曉雷 林希雷還有小茉莉 千千年 OK OK 我幹嘛碰許淳美跟乳化 OK的 OK的 第三 他知道他大哥在哪裡 他馬上就走 同學話說當時曹操猶豫了 那我留你幹嘛 萬一你一走 我這不就是縱虎 龜山 龜山知道吧 在桃園 所以曹操猶豫了 就在這個時候 曹操旁邊有個魔城跳出來了 尋鈺 尋鈺開口就講了 他說 丞相 為何關羽對劉備如此忠心呢 因為劉備代之以臣 你一樣代之以臣 劉備他關羽一樣對你忠心嘛 更何況經過方才一場大戰 劉備是生是死 誰知道啊 曹操一聽有道理 收留關羽了 曹操對關羽好不好 那非常好 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每天送黃金送美女 可是來 黃金跟美女 有沒有打動關羽的方心 沒有 沒有 送黃金 關羽一看 好啦 收下了 給嫂嫂用 送美女 關羽一看 收下了給嫂嫂用 怎麼用 服侍她啦 你們在想什麼 OK同學 黃金跟美女 都沒辦法打動關羽的中心 話說有一次 曹操送了關羽一匹馬 一匹鮮紅色的寶馬 一匹鮮紅色的寶馬 什麼東西 法拉利 靠腰啊 送他一匹赤兔馬 而且關羽非常的開心 心中有如蝴蝶在飛舞一樣 曹操覺得奇怪了 關將軍 我送黃金你不開心 我送美女你不開心 我送個畜生給你那麼開心幹嘛 我沒有講錯啊 馬是畜生啊 這樣OK嗎 他們說來關於說 丞相你有所不知啊 這匹千里買哪 義大利進口的法拉利 有嗎 0到100加速只要3.2秒 然後最高馬力超過680匹 有馬力 我知道我大哥在哪裡 我馬上可以去找他 曹操餓死啦 曹操餓死啦 OK 那話說時宜時宜 時間不斷的在進行 出問題了 出什麼問題 河北元少鐵際南下 跟曹操開戰了 打了一場叫關渡 關渡之戰 來關渡之戰 曹操打不打得贏 打不贏 元少鎮中有兩名大將 文醜跟 炎梁嘛 他們說曹操打不贏 曹操打不贏 根據史書記載 曹官對義諸將還列 當天曹操外面掛起來免戰牌 那古代打仗是君子之爭 掛上免戰牌 三天七十一個小時 是不出陣的 不管你怎麼叫囂 我就不理你 所以我們說文醜 炎梁 騎著快馬在城外叫囂 曹操是非常沉穩的 曹操跟關渡兩個在下棋 曹官對義諸將還列 旁邊站滿了將軍 嚇了多久 嚇了兩個時程 兩個時程多久 四個小時 你是旁邊的將軍 你心中作何感想 媽媽的 你們嚇齊就嚇齊 叫你們別在這裡發脾了 嚇到一半 曹操突然嘆了一口氣 然後曹操喝了一口水 然後曹操又喝了一口 曹操開口就這樣 嘴打 關於問了 丞相為何嘆氣 丞相為何嘆氣 他說河北元紹鐵記南下 打不贏了 打不贏了 關於笑了 他說河北元紹以我官莫人官之 無異於插標賣手 什麼叫插標賣手 就頭上插個標籤 上面寫著我要賣多少錢 並且他還發誓 在去城市買的一定最便宜 買貴還退你兩倍差價 而且關於的口氣大不大 關於的口氣大不大 大 旁邊的將軍心中作何感想 我們跟他打打不贏 你他母親的一句話就插標賣手 我們這些人都是什麼 會走路的衛帶嗎 什麼東西 飯桶啊 所以當時有個將軍跳出來 持著關於的鼻子開口就這樣 軍敢立軍令狀佛 你敢不敢簽下軍令狀 軍令狀是古代軍中的一種習俗 簽下了軍令狀之後 不管你什麼原因 只要你沒有達成回來就是砍頭 我管你天災地災水災風災 H1N1還是一波拉病毒大流行 反正只要沒有完成回來就砍頭 關於當時站了起來 想後退了一步 睜大眼睛看著這個將軍 同學注意喔 關於真大眼睛就是要幹嘛 就是要看東西啊不完 同學關於真大眼睛就是要殺人 那他為什麼要先退一步 老花眼啊 看過關公的畫像吧 來關公一般民間拜關公分成兩種 文關公跟武關公 武關公拿什麼 拿關刀嘛 文關公看書看什麼書 春秋嘛 有沒有看過文關公怎麼畫 那一隻手會拉著他的鬍子嘛 另外一隻手拿書嘛 書為什麼拿那麼遠 老花眼啊 學不會講 學不會講 同學 不是啦 這樣畫才有威嚴啦 你說你想像嗎 關公這樣畫 這能看嗎 這能看嗎 來關於說下就下 有何不敢 關於當場簽下的軍警狀 拿起他的鑰匙發動他的刺兔嘛 哽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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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崎驅騎上了他的刺兔嘛 拿著82斤重的青农原荷道 曹操當時走了過來 倒了一杯酒 金關于 他說 關將軍 喝了在上 關於伸出了他的右手 比出了五根手指頭 喝酒不騎馬 騎馬不喝酒 啪的一聲 關于就出去了 一上戰場 先諸炎良後展 文醜 啤著兩顆人頭 啪啦啪啦啪啦就回來了 那戰場上袁紹作戰是不是看 你靠腰 會是什麼事 主將的頭怎麼不見 那個騎鴻馬穿綠色披風的追 後面開始追 關羽在後照鏡裡面發現有人追他 拉馬轉頭一看 關羽是異常的兇猛的 後面看突然嚇到 突然停下來 關羽頭輕輕的轉回來繼續騎 後面繼續追 關羽拉馬轉頭一看 後面又停下來 後來變成了一個遊戲叫 一二三木頭人